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官方发布了中国空间站全貌的高清照片 这也是我国建造空间站以来首次获得的空间站高清全家福 意义重大 此前我们通过安装在空间站外部的监视相机 从各个侧面拍摄过空间站的局部 也通过与空间站实时交汇对接的天舟护印飞船和神舟载人飞船上的相机 看到过比较模糊的空间站的全景 确实不太解渴 所以这一次在神舟16号飞船返回任务中 我们设计了一个拍摄空间站高清全家福的任务 小伙伴们一定会好奇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摄的呢 今天我就来带大家一起解密空间站全家福的拍摄过程 首先我要开门见山的告诉大家 这张照片是航天员使用手持相机 在飞船和空间站分离后 通过飞船返回舱闲窗拍摄的 为了从飞船拍摄空间站 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去到合适的位置 要拍摄空间站 最好的视角是在空间站上方 这个视角有别于此前飞船相机拍摄的同一平面的全景 能够更好地展示空间站的全貌 不过 要去到这里并不容易 神舟16号载人飞船 在下方与空间站分离后 需要通过轨道控制 从空间站上方掠过 这个动作利用了飞船的一个绝活 绕飞 所谓绕飞是指飞船环绕空间站的飞行 绕飞充分利用了相对运动的动力学特性 通过施加特定的脉冲控制 从空间站看去 飞船将沿着椭圆轨迹绕空间站运动 绕飞功能非常重要 可以实现不同停泊点和对接口之间的转移 从而改变飞船的对接方向 飞船与空间站镜像分离后 先从下方200米停泊点绕飞至空间站前方停泊点 再从前方停泊点绕飞至后方停泊点 而拍摄的时机就选择在从空间站前方向后方绕飞过程当中 第二 找到合适的角度 绕飞使用了飞船返回舱的悬窗 以正常的飞行姿态看去 悬窗分布在返回舱的左右两侧 所以飞船如果以正常的飞行姿态飞越空间站时 航天员是不能从悬窗中拍摄空间站的 飞船必须进行一个滚动姿态调整 让悬窗变成一上一下 这样就可以使用下方悬窗拍摄了 此外 整个绕飞过程中 为了精确控制飞船和空间站的相对运动轨迹 必须尽可能地让飞船的头部尽量朝着空间站 下面 我带大家对绕飞过程飞船的姿态进行一次复盘 分离撤离过程 飞船姿态垂直 下方至前方绕飞时 飞船转为倒飞 前方至后方绕飞时 飞船转为正飞 同时滚动90度调姿 以这个姿态掠过空间站进行拍摄 到达空间站后方时 姿态恢复正常 并施加一个反向的撤离脉冲 最终远离空间站 绕飞拍摄的姿态和轨迹 控制到位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满足几个约束才能保证拍摄顺利地进行 第一 测控约束 绕飞的关键弧段要位于中继卫星测控区内 便于地面对飞船进行状态监视和控制 第二 光照约束 拍摄过程要在光照区内进行 光照角度也需要精心设计 确保拍出的照片具有完美的光照条件 第三 安全距离约束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 绕飞全程 飞船不能进入空间站进飞区 为了获得完美照片 飞船的每一个动作都离不开设计人员和飞控人员的精心策划 精确设计 精准实施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解密空间站全家福照片背后的故事